你 有病啊 我客人身上这种东西 还想不想干呢 回去 不好意思 小伙子 你误会 这是我们有意安排的 训练科目 跟你们经理打过招呼 无怨他们 误会啊 误会 我失败了 厉害啊 你怎么看出他有问题呢 规则里说 只有一个神秘杀手 刚在清洁宫是两个人 我当然得多留个心眼呢 厉害 不过真正的爆破手 还没有出现 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只剩一圈了 这些人肯定都是 破坏组过来的 大家要小心 他们过来的人 我们都不认识 所以 他们肯定还藏杂附近 这俩大姐演技太差了 没关系 黎明我暗 我们顾忌重施 土豪 钱带够没 没问题 双倍积分是我呢 不输不会赢吗 双倍积分 说话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你们去保护谁了 我现在不是死不死的问题 我都被编试半个小时了 我都被编试半个小时了 帮完了 我该回去了 大叔 我说你 我跟你说过 我这个人很记仇的 你怎么这样啊 双倍积分 你们应该接受双倍处罚 好了 训练结束 你们都怎么了 话都不想说了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满 教官 在服装店的时候 我们已经检查了 所有的地方 可是那种手法 谁能想得到呢 再说了 这个红色标签 也太难发现了 如果是真实情况 第一张信用卡 也不可能有危险 你们听好了 我至少可以列举三种毒药 只要皮肤接触就能致死 这些毒药的名字 需要我告诉你吗 你这是自己在骗自己 就因为其中一个导购表现的 比较引人注意 你们就完全忽略了 另一个人的存在 难道杀手都会大呼小叫地 引你们注意吗 你们以为类似的案件 没有在现实生活中上演过吗 不过 你们今天的表现 还算是可拳可点 B组的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秦教官 您在商场就相当于 伸着脖子让别人动手啊 而且 您还不断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 我觉得对我们不公平 我难道没有教过你们吗 在安防知识领域 你们要把你们的雇主 当做小孩对待 因为接触过训练的是你们 而不是你们的雇主 另外盲目自信 是我们这一行的大忌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 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遇到高手吃亏 栽跟头是肯定的 当然了 至于那种粗心大意到 连保护对象都搞不清楚的人 我觉得 他可以考虑转行了 今天的实战训练 全部零分 柳教官 可我们破坏组今天赢了呀 目标确实被杀了 但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整整半个小时 你们毫无所谓 我们接受的是保镖训练 又不是杀手训练 什么叫换位思考 你们根本 无法揣摩杀手的行动 怎么做到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不过今天 最后一组破坏者 表现不错 你们根本 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 神秘杀手身上 反而 还为他创造了机会 这样吧 崔田奇 梁大V 巨量 你们三个 象征性地加点分 刘教官 这样做合适吗 刘教官 这样做合适吗 崔田奇 借刀杀人 是你的主意吗 好 崔田奇加三分 两大V 巨量 各加一分 这次训练 就是让你们好好认清自己 免得整天总是一副 骄傲自满的样子 现在打击打击你们 让你们知道点天高地厚 省得以后吃更大的苦头 接下来的一些课程 会由熊总教官 亲自来上 亲自来上 藏了藏了